用BLOWTV做了VOOPA量表一共三張 所以之後我們可以用BLOWTV來畫VOOPA量表 你如果要提案,我們就要去做一下VOOPA量表 不過今天沒有要解釋 好,那就可以嗎? 好,開始囉 我們今天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原本想說會有一些東西出來的 但是並沒有 所以今天很感謝大家 就是我們這次參與的成員提供很多文件 然後跟勞基堡相關的東西,其實有很多文件都很有幫助 那我們這次呢,首先我們發現了一個Bug 就是假如說你每天 假如說你每天都 這是你平常的工作時速,每天都工作8小時 然後每天加班兩個小時的話 你的薪水值8000塊 對,你的薪水值8000塊 但是呢,假如說你用變形工時 前四天工作10個小時 但是你星期六工作10個小時的話 薪水竟然只有7400 等於說我們剛剛在討論的時候 突然發現了一個勞基法的Bug 然後只要利用簡單的調換就可以 就可以讓薪水變少 那我們還在確定這個事情到底是不是這樣 不過看起來是一個蠻有疑似的發現 那也讓我們覺得其實 老基法裡面其實都蠻多發的 那我們這次想要做的其實是 變形工時的試算 但是變形工時的試算很複雜 所以我們就稍微再簡單一點說 那我們做變形工時裡面 雙周變形工時的試算 就是先不要短四周或八周 但是發現我們還是算不出來 就是這個狀況是這樣 我們希望那個使用者 就是出現了兩周的翻表 然後這兩周的翻表裡面 我們就讓他填 他每周工作多少個小時 每天工作多少個小時 比如說這是 他星期一工作12小時 然後接下來都12小時 然後面試 但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判斷出 他怎麼去挪移那些工時的 比如說 我們在這個表裡面 他挪移的工時 是第一周的周五 跟第二周的周五 但他第一周的周五 他卻可以說 他正常工時是0小時 但是他加班12小時 然後導致這個加班的方法 也是正確合法 而且你的加班費也不會太多 所以經過我們很激烈的討論 其實我們發現其實 在現階段一次要做到 就算我們單純只要做到 雙周變形工時的試算 都是很困難的 然後經過我們就是 大量的砍資料 然後提供了很多 就是各式各樣的修法 還有手車 感謝那個泰北市勞動機 提供很多各式各樣的手車 然後進行一些試算 然後看來到底要怎麼做什麼 我們終於決定了 我們來做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但是今天也沒有做出來 今天只是知道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可以 首先 感謝時代力 看起來可以幫我們去 還可以 就是試著去跟民眾 收集一些頒表跟新資料 然後他是去除各自的 因為 目前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實際的頒表是怎麼拍 那假如說有這些資料的話 我們可以 比較面對 就是假如說使用者來使用的時候 他到底是拿到怎樣的資訊可以輸入 那所以這邊就會有一些更多的資料進來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要 實作的時候應該是直接使用Google Can 或者是用一個30個的欄位 然後去把他每天上班的時速填進去 那會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好幾把非常複雜 就是你 假如說你用了雙周翻表 但是 你那個雙周的翻表 如果剛好切在一個月的中間的時候 然後狀況就會變得非常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要有更多的 更多的資訊才能判斷 那到底怎樣才出來的 那我剛剛說的 就是假如說 讓使用者直接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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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其實我們是無法判斷出 就是他到底是怎麼挪移那些公式 所以我們第一版實作的時候 我們會讓他點正常公式跟加班公式 那這會讓我們比較容易的去計算 這個東西 他的這樣的翻表到底有沒有違法 那當我們寫出來之後 然後再想辦法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只點公式 不讓他去區別正常公式或加班公式 也可以去判斷出他有沒有違法 但是因為太困難了 所以我們就一定這麼做 然後最後就是利用我們整理出來的結果 大家可以看不懂 總之就是這一個條件 來判斷到底有沒有違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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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